柳鸣三人为了摆脱追踪 过了赤水河后 减行了一天一夜 确定后面无人追踪后 这才躲进了一处偏僻的荒凉山脉之中 柳鸣随手挖出了几间石室 又布置下了一座阵法 遮掩了一切踪迹 这才松了口气 唉 逃了这么远了 追兵应该不会这么快过来 现在这里休息一阵 等恢复了元气 再继续赶路吧 柳鸣呼了一口气 坐了下来 连番的战斗 甚至还施展了魔化肢体 它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来恢复身体和法力 姚姬和叶天梅文言 分别走在距离柳鸣不远的地方 坐了下来 此处本就僻静 连路过的飞行走兽都没有 再加上两女 似乎谁都不愿意开口说话 更显得寂静至极 柳鸣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面色有些善染 气氛不知不觉 尴尬了起来 这种微妙的气氛 也不知维持了多久 姚姬看来柳鸣和叶天梅一眼 突然站起来 走到了里面一间石室里 不一会儿石室被一层光芒所笼罩 显然妖姬在里面布下了数道禁止 柳鸣心中叹了口气 转手看一下了叶天梅 正好叶天梅也看了过来 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 叶天梅脸色一阵微红 几乎下意识地移开了目光 看到叶天梅的这副神情 柳鸣反而放松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笑容 说起来 她曾经许多次 设想自己和叶天梅相遇的情景 但真正见面了 却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叶石室 当年在海妖黄非洲上一别 想不到今日会在蛮黄大陆相见 她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诗书二字就不必了 你现在的修为早已经远远超过了我 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就行 叶天梅摆了摆手说道 也好 柳鸣文言倒也不客气地点了点头 当初海荒宫大战时 我曾经去找过你 但是那里的矿奴大半都消失无踪了 这些年 你在哪里 过了片刻 叶天梅轻声问道 脸上清冷之色淡了许多 那时候 我 柳鸣当即将自己被抓入海底矿洞 之后机缘巧合之下 通过空间裂缝 进入无底深渊 接而流落到中天大陆的事情 说了一遍 大概四十几年前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回到了沧海之雨 之后我在凤鸣山附近的一处海域深处 触动了一处静止 之后就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蛮荒大陆了 足足一个多时辰后 柳鸣才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说了一遍 类似的话 他已经和不同的人说了很多次了 这一次 却是说的最详尽 最真实的 不过 他在说的过程中 心中却是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个疑问 自从他开始修炼以来 似乎时常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原因 在各大陆之间来回的奔波 更是时常碰到空间裂缝之类的东西 这一切难道真是只是偶然吗 叶天梅听完柳鸣这些年的离奇的遭遇 一时有些失神 漠然无语起来 对了 我在云川之时 曾经去过天月宗寻找过你 不过听他们说 你在海皇宫大战之后 没多久便不知所踪了 却不知你为何会来到蛮荒大陆 还加入了雪藤族 柳鸣想了想后 看了叶天梅一眼 出言问道 我没有你这些年如此离奇的经历 当初前往凤鸣山游历 遇到了一个树妖 黑头化精漆的火灵凤凰争斗 便出手帮了那个树妖一把 将那只火灵凤凰收服了 只是我也没有想到 那只树妖既是雪藤族的一个通玄长老 在云川大陆的一个分身投影 之后 我便被那个通玄长老 用秘宝直接带回了蛮荒大陆 这些年就一直在雪藤族修炼 叶天梅淡淡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那你的头发为何 柳鸣目光一闪 看了叶天梅高高盘起的头发 犹豫了一下 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她在赤水河刚看到叶天梅时 便注意到了这一点 心中一直隐隐地有几分失落感 毕竟女子盘法 是与人皆为双修之一的标志 我一息向道 不愿招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已 叶天梅文言看了一眼柳鸣 与其平静地说道 柳鸣文言心中不由地 大松了一口气 对了 云川大陆现在形势如何 叶天梅犹豫了一下 画风一转地问道 她出身天悦宗 对宗门的归属感远在柳鸣之上 如今离开宗门如此之久 对天悦宗自然颇为挂念 云川大陆现在一切安好 你不必挂怀 柳鸣当下又简短地 将其帮助人族修饰 击溃海桓宫的过程说了一遍 叶天梅文言也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两人又随意地闲聊了一阵 不过都似乎刻意地回避了某个话题 只是询问了一下互相目前的近况后 便各自回到了时事 闭关静修起来 事业 时事当中 柳鸣双手一搓 再一分 体内传来一阵琵琶的声响 身上缠绕的黑气 顿时纷纷没入体内 不见了踪影 随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经过这半天的打坐静修 他的法力和身体 都已经完全恢复了过来 当下心中一动 便起身 走出了时事 结果刚一走出时事外 他却是微微一正 不远处的一处池塘的边上 一个身穿白色宫装的曼妙倩影 正独自站立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天狐族的少主 姚姬 他不知何时已经走出了时事 此刻正针手微抬地 眺望着南方 那里正是天狐族原本的大板营 所在 万波山的方向 天空中星辰密布 一轮矫急的圆月悬挂其上 倾洒下了一抹乳白色的月光 落在一人的身上 拉出一道狭长的背影 一种无法言语的萧索之意 油然而生 孤月幽谷 池塘佳人 柳明望着紫情紫景 一时竟有些愣然 姚姬听到脚步声 身躯微微一颤地转过身来 柳明见此 终于回过神来 继而眼中闪过了几分意外之色 三人当中 姚姬身上的伤势最重 短时间内应该无法痊愈才是 然而姚姬此刻 确实面色如常 竟然看不出丝毫受伤的样子 你身上的伤势已经好了吗 柳明眉梢一动 开口问道 现在首要的是要逃出本地区域 没有时间让我慢慢恢复 我施展了本族秘书 消耗了一部分收缘 伤势已经暂时恢复了 姚姬淡淡地说道 那好 既然你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去叫一下叶道友 立刻出发吧 柳明微以沉默说道 那个叶仙子是你以前认识的人吗 我看你叫他师叔 莫非他曾经也是那个太清门的人 姚姬坦然地问道 这倒不是 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 不过并非太清门弟子 此事说来话长 以后有机会再和你细说吧 柳明如此地说道 姚姬文言低头沉引了起来 柳明目光一闪 静静地站在了一旁 没有走开 柳道友 我很感谢你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前来万波 这次若不是你 我恐怕此时已经遭毒手了 当初我的上届废墟曾经说过 若是你实力足够 便可以来见我 我的意思 其实是若你能够成功地进阶天向境 并且有办法来到蛮荒大陆 我就我就和你皆为双修伴侣 只是眼下天狐一族遭逢大劫 我身为天狐一族的少主 肩负复兴本族的重任 则无旁贷 所以从今以后 我会斩断一切尘远 一心苦修 当初发生的事情 还请柳道友当作一连幽梦 将其忘却得好 不过 你我乃可以成为一致交好友 半晌后 姚姬抬起头来 终于下定决心一般 正视着柳明的眼睛 如此说道 柳明听了 静静地看着姚姬许久后 才叹了一口气地 缓缓地说道 我听闻天狐一族巨变的时候 便猜到几分 你可能会改变如意 既然如此 那么我也尊重你的决定 刘某此生 能有道友这么一个红颜知己 也足以了 多谢柳道友谅解 姚姬相间微微一颤 低下头来 对柳明行了一礼后 便连不轻移地走到了一旁 柳明看着姚姬的倩影 心中却是失落不已 不过她也并非沉溺伤感之人 很快便收拾起了心情 来到叶天梅的静视当中 挥手打出一道法诀 片刻之后 实施大门打开了 叶天梅走了出来 第二天清晨 柳明正和两女收敛气息的 穿行在赤水河边的一片军岭之中 叶道友是否知道 当初雪文道友口中的雪藤族 迎送大队人马 如今身在何处 柳明开口问道 实不相瞒 这只是雪文师叔虚张声势而已 为了不引起注意 雪藤族这次派来的人并不是很多 其实从不同方向进入万波山的 叶天梅 秀梅微咒地说道 如此的话可能要破费周折了 此处距离雪藤族的领地 全速飞行的话 起码也要一个多月 恐怕青蛇影狼两族 不会善罢甘休的 柳明文言 面露沉吟之色地说道 我倒是有一条捷径 只是需要冒些险 若是两位相信我的话 可以跟我来 叶天梅迟疑了一下 看了柳明和姚姬一眼 口中如此说道 柳明自然不会对叶天梅有何怀疑 当即表示同意 妖姬虽然心中有些迟疑 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见柳明没有意见 便没有反对 于是三人浑身光芒一盛 竟然直接地拐了一个弯 朝着另一个方向飞顿而去 数天之后 几人一番辗转之下 来到了一处森林的边缘 但是眼前的景象 着实让柳明和姚姬都大吃了一惊 整片森林漆黑如墨 且无边无际 直接延伸到了天际的尽头 除此之外 整片森林的上空 布满了如同墨汁一般的浓密的黑云 一眼望去 连接天地 仿佛在柳明三人面前不是森林 而是有一个黑暗构成的世界 姚姬眼见如此 面色微微一变 有些语气不善地说道 叶道友 你可知道此处为何地吗 竟然带我等来这里 姚姬少主 此处渊暗森林虽然面积不小 但只要我等从这里穿过 便可在半个月之内回到洛城 切冲突不会受到任何的阻拦的 叶天梅语气平淡地说道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我从小生长于此 没有比我更清楚此地的危险了 这里的树木名叫做黑魂木 乃是此地特有的树木 可以分泌出一种黑色雾气 常年累月的积淀下 才会使得这里看起来犹如黑夜一般 这些黑物蕴含了一种特殊的毒性 对神石伤害不小 却越往高处 毒性就越强 即使是天象镜的修饰 也不敢轻易在高空飞顿而过 更可怕的是 幽暗森林当中 还聚集着一种 名为石骨魔蚁的群居形的虫类妖兽 数量无穷无尽 一旦有其他生灵出现 这种魔蚁便会一涌而出 到时候即便是再厉害的修饰 在无穷无尽的魔蚁面前 恐怕也会立即而死 所以根本没有妖族 胆敢深入其中的 妖姬目光闪动了几下 一口气说道 柳明一听此话 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旁的叶天梅 却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 反而淡淡地说道 妖姬道友所言不错 不过我来的时候 师尊已经考虑到了此事 并赐予了我几件宝物 在下可以保证 能够确保我们三人 平安地穿过这片幽暗森林 对于叶天梅的话 柳明自然不会有什么怀疑 毕竟这游暗森林 虽然看起来恐怖 但凭借自己的实力和顿速 自信自保还是没有问题的 小心有人 就在妖姬仍有些迟疑之时 柳明突然朝两女传音了一声 随即一个转身地 望向了某片虚空 浑厚的声音 顿时响彻云霄 诸位既然已经都来了 又何必鬼鬼祟祟的呢 正当摇姬和叶天梅 有些不明所以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呵呵 想不到一个区区天象 初期的人族修士 神石之力竟如此不弱 看来倒是有点大意了 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中 泛起了一阵涟漪 光芒一闪之后 赫然从中走出了三名 妖族修士 感谢收听 摩天记